我們會究竟跟台電很清楚的了解 法令上的規定如何 未來的期待如何 我們研究的計畫如何 這都不是在這裡空口說白話的 院長接受彭博專訪提到 政府對新和能態度非常開放 被彭博解圖是政府檢討過往 反核立場的最明確表態 但政府強調立場沒有改變 各界好奇 政府對核電的立場違和 反核態度是否轉彎 在野黨也批評是對核能立場反覆 此外 葛魁受訪說考慮新和電 時間會在2030年後嗎 除一核電廠的人員留下來 估計留多少人 請問院長回應 台灣的社會真的需要多一點的信任關係 我們提出一種想法 應該是可以討論 而不是用這種我覺得非常不理性的言辭來批評 我當然期待新的能源技術在有朝一天 它能夠沒有核安的顧慮 沒有核廢料的處理 社會也能夠集體的有共識 那政府是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 如果有這個新的技術 難道台灣要置外於新的技術之外嗎 台電核電廠的同仁都具有非常好的專業技術跟經驗 那麼未來如果我們要面臨新的技術 他們當然是我們的首批的人選 至於留下來多少 做什麼工作 我們會究竟跟台電很清楚的了解 法令上的規定如何 未來的期待如何 我們研究的計畫如何 這都不是在這裡空口說白話的 我也希望朝委各黨團 跟我一樣 用彼此開放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未來世界 我們必須面臨的問題 請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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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學習